好 另外就来看到的是 既然有黑心的厂商利用全球唯一生产犬猫 新思 这个新思从治疗药的药厂缺获机会 大卖黑心药 而且呢给国内大概200件的售医院 两年呢大概赚了呢 大概是获利长达呢 赚了大概20年 获利根本没有办法计算 因为获利起来太丰厚了 而这两个黑心商人遭受药之后 检警就认为 买药医生明明知道 这一家厂商可以生产这样的药品 可是他们还是购买这种违法的黑心药品 现在昨天已经依照违反医药之法呢 现在已经把家医师的兽医师 工会总干事全部呢 都已经移送法办 不过现在全部都是交保后传